我们再来看第三个问题 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这个个体手工业 同个体农业联系紧密 都是分散的 小规模的个体经济 手工业者同中农 平农一样 既是劳动者 又是私有者 其生产受农业季节性的影响 时段时序 比如以铁匠为例吧 通常是 三幼菜花房 铁匠称霸王 过了小满 就是苦五 绝六 淡七月 过了七月 又进入八火 九金 十银的旺季 由于天灾 人祸 市场竞争 和生产季节性影响 个体手工业者 同个体农民一样 很容易发生两极分化 同农业乡内市 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也是采取稳步前进的方针 第一步是 半具有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 手工业供销小组 第二步是 半具有半社会主义性质的 手工业供销合作社 第三步呢 是建立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 手工业生产合作社 当然啊 就是我国在对 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 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比如说 修理和服务行业 集中生产 彻底过多 群众日用品品种减少 质量下降 一些具有民族特色的东西 面临示范危险 为此 毛泽东专门指出 手工业这很多好东西 不要搞掉了 王麻子 张小全的刀剪 一万年也不要搞掉 我们民族好的东西 搞掉了的 一定要来一个恢复 而且要搞得更好一些 我国历史文化悠久 很多传统的手工艺 都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 他们寄托着 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智慧 承载着中华文化 独特的历史基因 是社会主义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织部分 我们建设社会主义 搞社会化大生产 并不是要消灭传统记忆 而是要以新的形式 让传统记忆在现代社会中 幻发出新的生机 我们建设社会主义 谢谢 nghĩ的 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